中东的局势向来瞬息万变,但是有一点总是不会变的,那就是围绕着叙利亚发生战争,已经持续了七年之久,七年的时间足以让原本还算太平,得叙利亚变得混乱不堪,战争的摧残更是导致了上百万难民的流离失所。 然而截止到目前,大国的角逐仍在继续,相关势力方更是错综复杂,以美英法为首的被约国家支持反对派,而俄罗斯,伊朗则坚定的站在了埃萨的一方。 再加上土耳其这个地区大国的介入,叙利亚早已混乱不堪。 不过,随着俄罗斯,伊朗对叙利亚支援力度的不断增强,目前政府军已经占据了上风,失去的国土正在渐渐收复。 相反,反对派武装分子节节败退,只能聚首一些重要据点做困兽之斗。 根据外媒报道,目前俄罗斯和叙利亚大军已经集结完毕,正准备向伊德利捕省发起最后的猛攻,该地聚集者数万反对派武装分子,是最难拔的钉子。 不过,一旦俄续收复伊德利捕省,那么叙利亚全境的解放就只运可待了。 也正因为此战的重要性,俄罗斯大军经过了长时间,并且充分的准备。 目前地中海靠近叙利亚的海域,有一只二十多艘俄罗斯舰艇,此外还有三十多架战机驻扎,随时准备在最后总攻阶段进行空中支援。 此外还有一两的帮助,所以从实力对比上分析,俄罗斯以解放伊德利捕省,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 纵使,伊德利捕省的武装分子为了阻止联军的进攻,在前几日炸毁了两座大桥,但这也阻挡不了联军的步伐。 所以此刻的反对派想必,也只能是瑟瑟发抖了。 不过,随着特朗普的一声令下,中东局势再次发生突变。 近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称,叙利亚不应该进攻伊德利捕省,因为俄罗斯人和伊朗人的参与,会让这一行动变成惨剧。 原因就是大规模的战争不仅有可能误伤无辜民众,而且还会由此产生几十万的难民,从言辞的激烈程度上来看。 这无疑是特朗普发出的严厉警告,相当于是在给俄氏一画出的一条红线。 在结尾处还特别表示,绝不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。 实际上,特朗普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,因为在地中害海域,美军已经派出了两艘核潜艇和两艘驱逐舰,附近的基地还部署了B1枪骑兵轰炸机。 海空力量夹起来满载几百枚巡航导弹,这下就让俄氏一有点进退两难了。 如果冒乱进攻,不排除美军会直接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关键军事据点,达到破坏进攻节奏的目的。 但是如果不进攻的话,盘踞在伊德利不舍的反对派武装贝子,又是一个极大的疑惑。 不拔掉叙利亚就没有和平的可能,很显然,大国的博弈又再次在叙利亚上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